三十六计 第一计 瞒天过海 战力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聚一方 其中 齐 楚 秦 燕 赵 魏 韩 为七个较大的诸侯国 孙并和庞娟原来同拜一师 共同学习兵法 后来 庞娟做了魏王魏惠王的将军 他知道自己的本领比不过孙并 因此十分妒忌他 他秘密派人把孙并请到魏国 说是推荐他到魏国当将军 当孙并到了魏国之后 庞娟私自用刑割去了他的膝盖骨 使他不能行走 并在他脸上赤字涂黑 以此来侮辱他 使他无脸见人 然后又把他藏了起来 不让别人知道 孙并这时才知道自己上了庞娟的当 孙并被囚禁之后 想方设法要逃出去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装疯卖傻 成天披头散发 满脸污垢 一副神志不清的样子 起初 庞娟不相信孙并已经疯了 为了试探是真是假 他派人给孙并送去了酒饭 孙并把那些饭菜都倒了 把酒撒得到处都是 庞娟又派人拿来粪便 孙并毫不犹豫地拿起来就往嘴里塞 这下 庞娟才真的相信孙并是疯了 便对他放松了警惕 后来 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 孙并设法暗地里见到了齐国的使者 二人一番对话 齐国使者认为孙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奇才 于是 偷偷地用车把他运到了齐国 解析 满天过海来源于一个典故 贞观17年 唐太宗亲自率领30万大军向东部进发 一天 唐太宗率领的军队浩浩荡荡来到了大海边上 大海一望无际 白茫茫的一片 唐太宗看着这浩瀚无边的大海 犯了难 不知如何是好 他问众将领们 众位爱卿 你们有什么良计让我们的大军能安全过海呢 众将领面面相去 哑口无言 唐太宗见此情景 更是愁眉不展 正当他苦苦寻求解决的方法时 突然护卫前来报告 陛下 外面有一人求见 说是有过海的良计 唐太宗大喜 连忙召见此人 求见的人拜过唐太宗后说 我有过海的好办法 但请陛下随我来 于是 唐太宗率领重将 跟着这个人来到了海边 只看见这里的千家万户都用彩色的幕布围遮起来 十分严密 这个人带着唐太宗等人向东走进了室内 只见室内到处挂着彩幕 围着锦坪 地上铺着地毯 唐太宗和仲官坐定以后 主人百艳欢迎 十分热闹 不一会儿 突然 风声四起 波涛声像雷鸣一样 灯光摇晃 酒杯都摇摇欲坠 人也跟着晃动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平息下来 唐太宗大吃一惊 连忙命令身边的将领去看个究竟 这位将领揭开彩色的帷幕 不看则已 一看吓了一大跳 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 一眼望不到边 这哪里是在百姓家里做客 他们现在已经行进在大海上了 原来 那个求见唐太宗来献祭的 是新招的壮士薛仁贵办成的 他利用瞒天过海的计策 使唐朝军队在不知不觉中渡过了大海 瞒天过海用在军事上 实际上是一种以假乱真的计策 通过伪装 使敌方失去警惕 掩盖某种军事行动 然后把握时机 出奇制胜 上面所列举的战力中 孙斌装锋卖傻 使旁娟对他放松了警惕 终于得以机会逃过旁娟的魔杖